注意了啊,中山有发现了一粒禽流感,然后呢,就是这个是个女性,56岁,有基础病史,有一个活禽暴露史。 3月26日,广东省疾控中心发布消息,中山市报告一粒H3N8禽流感病例,该病例为56岁女性,有多发性骨髓流等基础病史。 发病前曾到过有活禽的地方,居住地周边也曾有野生禽类出没,中共疾控中心宣称,检验结果为感染H3N8禽流感。 禽流感一般都在禽类之间传播,很难感染到人类,H3N8是其中的一种亚型。 当然,也不排除人类感染禽流感的情况,当人体的免疫力低下,有基础性疾病,老年人,接触的病毒载量大等。 也可以造成人类的感染。 3月29日,陆媒21财经报道,中外科学家研究表明,下一次席选人类的大流行病,可能是一种在动物身上制造的新流感病毒株引起的,而人类对这种病毒几乎没有免疫力。 这一研究是由复旦大学和雪梨大学合作发表,研究人员的结论认为,新流感可能是下一个新的大流行毒株的来源。 这一结论,通过分析了包含1970年至2016年7万多条动物流感记录的数据库研究而得出。 另外,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28日报道,过去几周,一种名为XBB.1.16的奥米克戎变种,明明大小新,在多个国家传播。 专家们指出,新冠变种XBB.1.16与去年12月传播速度最快的XBB.1.5相比,传播速度更快。 不过中共则是至今没有通报出现XBB.1.16毒株,由于中共信息不透明,真实情况不明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彦乔综合报道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彦乔综合报道。